你就是新兰口中的天才 你闯我叶家更是伤我族长老 虽说我叶家如今示威 但也容不得被人这般凄凌 刚才并非我先出手 你若是要追究什么 在下可没时间奉陪 小飞 休走 傀儡 我没时间跟你们耗了 下次就不是受点伤这么简单了 此次需炼制的丹药名为火蒲丹 品阶在七品高级 两位大师先前已经看过药方 那么接下来就劳烦二位安装药方 各司其职便好 山荣顶 这可是天顶榜上之物 没想到居然被收藏在唐谷主手中 当真是让人羡慕 此番炼制火不单 所需时日不短 还请两位鼎力协助 自当尽力而为 两位 开始吧 我会用九龙雷钢火 协助二位炼化药材 融合药材 则外托二位呢 我会用九龙雷钢火 没想到这严肖年纪最小 竟也坚持了整整十日啊 我看他只是运气好罢了 天正火不单的过程果然繁琐 光是药材的炼化与融合 就已经造成了灵魂力量的极大消耗 换大师 您还好吗 放心吧 没问题 这最后一步的融合 才是最为关键的 眼霄小友 开始吧 耳朵 尽 industries 未经理 看这一项 难道融合成功了吗 能坚持到这一步 这两人都是有本事的 尤其是那岩霄 灵魂力量格外蓬勃不说 还能在保持融合速度的情况下 不出丝毫差错 霍儿 这次看来真的有希望了 但愿吧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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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会这样 就这么失败了 哎呀 真是太可惜了 是 明明已经到最后一步了 是啊 你 唐谷主 能否让我继续炼制下去 颜潇小遥 你能独自炼制这火铺丹 继续炼制 或许还有一丝机会 可若就此放弃 便是彻底失败 这小子不是开玩笑啊 你独自炼制这火铺丹 怎么可能 怎么形成啊 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子 是谁叫出来的 真把自己当救世主吧 颜潇 爹 就让颜大师继续炼制吧 火儿 可没那么容易认命 好 那便请颜潇小遥出手吧 即便最后失败 老夫也绝无怨言 我会竭尽全力一事 待会儿你不要远离 记得细细观摩我的手法 能够观摩老师亲自炼弹的机会 我可不会错过 我可不得了 嗯 来 吸蛋 丹雷 没想到 它竟真的凭借一己之力 完成了丹药的融合 不过 这七品高阶丹药的丹雷 鬼力非同小可 你炎消的实力 若被击中 绝无生还的可能 爹 你快帮帮他 丹药小友 丹雷就交给我 你安心完成最后一步 不劳堂谷主 我等他 袖子这丹雷 第妖魁 去 我闭嘴 那是什么 斗宗界别的傀儡 这小家伙 居然拥有斗宗界别的傀儡 看来要禁忌成天妖魁 难度还是不小啊 唐谷主 性不属命 天祸三玄便不是寻常秘法 祖训不可为啊 二长老 本宗事先已答应了丹雄小友 你现在这般说 是想让我实信于人吗 可是谷主 丹霄小友 丹霄见过唐谷主 恢复得如何了 已无大碍 多谢谷主关心 你便是那个丹霄吧 前段时间 老夫刚好去过一趟中州北域 听闻一名陌生青年 与风雷阁的恩怨 此人单枪匹马闯上雷山 在击败风雷阁的凤青儿之后 扬长而去 那名青年名为萧炎 萧炎与炎霄 莫非是同一人 萧炎 炎霄 在下的确是萧炎 小子行走在外 遮掩一下容貌 也是为了多一层保护 既然大长老不喜 那揭开便是 如若问心无愧 又何必遮遮掩掩掩 你与风雷阁结怨 便是因为你身怀他们的三千雷斗 如今 你又想要我焚炎谷的天火三悬变 怎么 你就对别人的斗技 这么感兴趣 住口 萧炎小友是我焚炎谷的客人 各位长老 说话还请客气些 谷主既然已经做了决定 我们也不好为难 不过如若他能按规矩 像谷内核心弟子一样通过考验 自然不会再引来他人非议了 唐谷主 既然两位长老执意要考验在下 那便医他们吧 否则 今日我怕是不能如愿了 出什么事了 快看 好像又是那个烟宵 烟宵 这次又是因为什么 这不是他吗 不知两位长老 要如何考验我萧炎 此事事关重大 便由二长老亲自出手考核 若萧炎小友能坚持十个回合 便算你赢 哼 爹爹 谷内核心弟子考核 从未有过长老们亲自出手的先例 更何况 无臣长老可是货真价实的八星斗宗 唐小姐放心吧 无论怎样 天火三宣变 我今天要定了 狂妄 残影 这就是风雷阁的三千雷洞吧 人有些门道 二长老好眼力 来 淳阳免手 这招如何 你若放弃天火三学变 这门高阶斗技 也让你带走 再来 冥晚不灵 老夫倒是要看看 究竟是我焚炎谷的天罡碎尸不厉害 还是风雷阁的三千雷洞更胜一筹 你若放弃天火三千雷洞更胜一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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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噜 朕疏吧 老夫若是想要杀你 你早就已经没命了 这 咱 啊 居然是分身 九个 52 回合了 这是 三种一伙融合 老夫的确小看了你 不过别高兴得太早 最后一回合 老夫不会再聊着 对后悔施展这么威力的斗技 这个老家伙 越来越不要脸皮了 火罗盖天地 独臣这是要施展太医火罗杖中最强的 太医火罗佛 不许 独突火烈 独突火烟 独突射 独突 独突 若是再不收拾这残局 恐怕繁衍谷 会被这东西搞得一段刀 收拾 收拾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